会议室里讨论热烈 今天上午新委市政府公务局新公处 接用淡水区公所二楼会议室 举办了淡水区重建街道路改善工程说明会 当地居民和地方文史团体纷纷出席 挤满了会场 市府在会中提出了以人行道为主 保留历史文化景观的规划设计 希望能够获得民众支持 但当地居民却认为沟通不足 而地方民代也希望 市府在解决这个二十多年的悬案的同时 也要尊重居民的声音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政府能够按照这个都市计划 能够来开闭 对于整个淡水的老街也好 东山路也好 这个交通动线能够带动 那同时也尊重当地的所有情意 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有建设就有破坏 那既然我们当初已经认定 这个工程必须要开发 然后就是要做下去 再从中的考量 我想住的安全 行的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我们市府这边也听从民意 然后多了解民意的一些建议 那继续来完成这个未完成的工程 这个重庆街是牵涉到淡水 在地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区块 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素 所以会淫荡这么久 我觉得市政府应该再跟多听 多跟居民做一个沟通 而不是说想要就这样子做下去 我觉得这一点我是比较不满意的 这个路直接延伸到这个祖师庙旁边 所以就方便一些采买的居民 因为现在老街 中正路老街机车是禁止停车 所以一些民众就会把他的停车 留在这个老街上 所以他这个如果未来的管理不好的话 这条路它会增加后续很多的困扰 我是觉得这方案应该还要再多做一些考虑 市府找来顾问公司 将淡水六号道路第二阶段 以恋爱巷为分界 往祖师庙的方向改为人形步道 而往文化路方向则是将拆除拓宽 但文史团体也表示 地方仍然需要凝聚共事 也希望师府能够多开公厅会及座谈会 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前 它不是一个说明会就解决了 它应该是公厅会 今天用意当然是很好 听听大家的意见 可是它不是用说明会的方式 不是说我说明会 我施工单位说明完了以后 我就要开始进行施工了 不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是一个民主时代 那我们现在修正调整的方案 已经兼顾到现在文史工作者 或是现地的环境的颜貌 可以取材的部分 尽量维持原来的风貌 包括人行道的部分 我们后面就是从另外一项以南 我们尽量用步道的方式 一起采取原来的布专的 那个食材的方式来做扑面 那尽量维持原来的一个风貌 以及以人为本的一个设计的理念来进行 淡水六号道路沿线土地征收 早在民国78年完成 延当25年都没有进行后续的开发 除了山坡地工程难度高之外 最主要就是当地文史工作者担心 一旦后续开发会破坏历史文化风貌 而今师傅虽然有意退让 采取较低冲击的工法 但居民和文史团体还是有所疑虑 新北市公务局会表示将会持续沟通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